另外警方偵破求職詐騙集團 涉嫌請人掃妹 在網上買東西,提供銷售量 聲稱可以獲發本金和佣金 但是事主收不到錢 至少68人被騙走一共750萬 其中一人想賺快錢 規空供款200萬參與救物 6人涉嫌村謀詐騙被捕 葉廟報導 檢獲的證物包括21萬現金 48張銀行卡 7部路由器等 警方說詐騙集團在社交網站登招聘廣告 以公司名義請人掃妹 在指定網店買東西 聲稱可以提供銷售量 但網店其實並不知情 集團要求入錢落指定戶口 聲稱完成交易之後 除了可以拿回本金 還可以賺取5-12佣金 事主存款之後不單收不到錢 還聯絡不到公司 去年9月至今有68人被騙 涉及750萬 因爲他心急 一時就想在短時間內進行大量的拆單活動 去賺取更多的佣金 因爲起了貪念 去規空供款 盜用了自己所工作的公司的資金 那裏有200萬港元 而這名受害人 自己亦都在上年10月被拘捕調查當中 我們發現有騙徒看中了香港失業的情況 他們針對著一些求職者 心急賺錢的心態 而進行一些詐騙 警方調查之後 星期一以涉嫌串謀詐騙 拉了五立一女 其中一個22歲集團骨幹成員 本身都是受害者 以為向集團提供銀行戶口協助收款 就可以拿回所有的錢 警方說網上求職騙案有上升趨勢 只是今年1月已經有54宗 有線電視記者葉苗報導